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到来继续跟Steven聊天 Steven 知道你们在2018年开始 你们的传统的矫持服务 即是加入一些Digital元素 最初你们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过渡性期间 即进入市场期间 会不会是你们建立医生 在网络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阻招 在扣门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太明白 有没有理解 首先讲到数码方面 当然我们有一个数码的部分 但其实不是太多 我们数码最大的部分 就是我们如何接触客人 其实我们开了一个渠道 在Digital方面 去推广我们的Product 其实给客户另外一个渠道 去了解多一点我们的产品 before他去决定 究竟我是否想做这个料程 但是你说去到医生方面 当然新公司 新品牌 新产品 一定会有少少 适应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医生 已经 用开了他们用惯的 硬术公司 突然间有一家新公司 又在新加坡 怎样呢 其实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 去教育医生 我们的产品 的优性 在哪裏 分别在哪裏 以及如何很注重医生方面的角色 其实都看到 over time 最初可能困难些的问题 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越来越多用家 在用着 亦有很多 successful cases 而且不是单纯在香港 而是在亚洲七个国家 其实都一直看到 医生的接受量 越来越高 那在亚洲七个国家 那其实你们 总共有多少的牙医 或者牙医的陈所 合作中 都三位数字 都三位数字 都多 都不错 其实当中可能 都会有一些拒绝的case 其实 他们主要考虑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case 都看下 首先是双方面的 究竟声音是否适合客人 而客人是否适合声音 就是我们的牙孤 因为我们的目标 是比较简单的case 如果你复杂的那些 真的要见多些医生 甚至乎可能会剝牙 可能会做多些 要多些医生去监管 整个治疗 那我们的strength 就是要与简单的牙齿 矫正 可能有少少牙 或者可能有以前菇的牙 然后牙齿回来 都很正常的 这些事情 嗯 知道有一些 传统的那些 可能会有机会移位 然后再找你们 看到你们有一些 就是YouTuber 有些分享 是这样的个案 那其实是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移位 你们可不可以保障到 避免到这个情况发生 那其实 人就一路 一定会有很多事情改变 又会高一点 又可能很多事情改变 那很多人 其实小时候可能中学 或者上次菇牙 或者上次菇牙 可能5至10年前 那牙也是一个 生活的organism 是会移动的 所以有时会走位 可能牙与牙之间 牙流可能会松动了 所以有很多客人 会回来 看到可能太快 简单单就改回它了 那你说可不可以保证到 它不再移动呢 所以我们会很鼓励客戴 一个固定器 叫做 让牙的牙 就不要再走位 就带着 是的 那见到你们的疗程 都比较 相对传统那种 都比较短期 很快地完成 会不会是因为 其实现在的用户的需求 他们是很想很快的 就搞定 不想哭那么久 因为始终又要清洗 可能喝咖啡 吃东西都要抹出来 会不会其实他们是 你针对用户体验 还有你们看到你们的价钱 其实都相对传统那种 比较便宜之乎 是低市价的七成 是吗 其实是成本控制方面 是怎样考虑的 首先 那句 即快那里 其实 不要说香港人 亚洲人都喜欢快的 是的 那我们的 solution 就是 知道市场上的 demand 因为大家都想改变 或者想 upgrade自己的外表 那现在有个 solution 又可以快 又方便又 effective 所以其实看到很大的 demand 在那里 那你说为何我们可以 这么 affordable 其实有三个 point 首先第一我们就是 focus on 简单的 case 怎样为之简单呢 可能前排的那些牙齿 是 你笑那时见到那些 你说如果要骨 骨上那些要改变 或者可能要剥牙 或者再复杂一些的 case 我们都不会做的了 那我们的focus就简单 这个就是我们的 strength 我们去设计那些 plan 第二就是我们在亚洲制造 那便上你运输那方面 会收回钱 是 制作也会 尤其是现在 是 那你时间就是金钱 其实很多这些 我们都省了些钱 pass on 给那个消费者 第三就是technology 其实我们透过technology 开了渠道 给很多客人去问问题等等 或者他需要有些 medical advice 我们会怎么安排他去见医生 其实中间其实省了很多时间 那这些时间都是 钱 又是这样 pass on 到那个客户那里 其实就是客人随时可以用手机 可以去联络你的CS 甚至乎是RE 那其实当那个用户基数 即是不断地增加的时候 你们应不应付到那个量呢 你们会不会引入一些 AI的checkboard去解决你有关的问题 那当然 那当然 其实technology这方面 已经帮助我们 增加整个经验 亦都可以应付到客户的需求 那其实 但是你说去到AI 我们暂时就不会考虑 因为始终我们很注重人与人 那个沟通的关系 那个密切的关系 那所以就暂时不会考虑AI 但是他会继续用technology 去建立那个efficiency 去接触到多些客户 是 但是如果那些客户不断地问问题 因为始终你们那个 就是咨询医生那个是三次 那面上其实他们中间 可能有很多很confused的时候 很想寻求那个帮助 会不会呢 那个量其实也多不多 那首先就是 三次是一个minimum 有些客户都会见多医生 不止三次的 不过是 他有见医生 他中间的support在哪里呢 可能问题是 我不记得牙枯了怎么办 或者我 我要留在家 或者不记得带了两天 那我们可能会帮他 更多一些日子的療程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可能中间 会常常提醒他的客户 你要换牙枯了 如果你不换 你就不跟着那些计划 你的牙齿就不会移动了 是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 真的有medical advice那些 那些牙齿就不会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就是很注重那个personal touch 是的 这间那个 就是CS团队的人数是什么 都相认为数字 都相认为数字 是的 都喜欢应付到的 是的 好那我们这些指示人 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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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